我一直觉得今年是众多机电厂商比较开心的一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上半年英特尔发布了时代酷睿处理器 那么高端一点的产品 比如说i910900K什么的 那就是个大火炉 由于频率被拉升到全核5G之后 这个发热量也是蹭蹭的往上涨 每个360液体水你还真不敢说你压得住 那么下半年NVIDIA的RTX30系列新卡又发布了 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 RTX3090的新卡 对供电和散热的要求也非常高 所以新一件对机箱和散热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200元以内有什么散热特别出色的机箱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资料评测 我是你们的大风哥 你还别说 我最近还真就发现了这么一款产品 就是这台GameMax的部落分C 那么别看它外表其貌不扬 黑不溜秋的 其实在它内部做了一个特别别出心裁的设计 就是在原本机箱安装主板的位置加装了一个大尺寸的涡轮风扇 相当于在主板背部加装了一个出气扇 那么使得机箱内部形成了一个T型的靶向风道 GameMax的官方管制造方案叫 COC降温超频架构 除了之外呢 这个箱子本身的兼容性也非常的强 兼容EAT插道 ITX所有的主板 前置面板呢 可以装三个120毫米的风扇和两个140毫米的风扇 那么顶部可以装两个120毫米的风扇 或两个140毫米的风扇 背部还可以装一个120毫米的风扇 甚至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底部电源仓的位置还能再装两个风扇 那么最多呢是可以装8个风扇 并且兼容120、240、280和360的冷排 那么兼容性是非常的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还配备了两个2.5寸的硬盘位 和两个3.5寸的硬盘位 前置的iPhone面板 它自带两个USB3.0接口和一个USB2.0接口 以及耳机和麦克风接口 那么除此之外呢 灯光模式和亮度调节按钮也被提成在了这里 还有一些贴心的小细节 比如顶部磁吸式防身网 侧板采用拉环设计 还有自带显卡支架架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实际装机散热效果如何 平台呢 我们使用的是AMD消费器 高端处理器 锐容器3000X 那么搭配上A卡消费器 次旗舰RX5700 那么两个都是发热大户 那再配上GameMax自家的 寒冰24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给CPU去散热 我们分别对待机和烤机时 开启和关闭控制涡轮 四种状态下的各个硬件的温度 进行了对比 并进行了30分钟以上的烤机测试 那么此时室温是26摄氏度 结果如下 筛选出其中差异最大的几个核心部件来对比的话呢 可以发现开启和关闭控制涡轮的状态下 主板供电模块和PCH芯片的温度差异十分明显 那么最大达到了7摄氏度 从结果不难看出 跟Max Pro分C1这种T型的靶向风道和散热设计 对电脑内部的各个硬件的散热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这点在主板的供电模块上表现的十分明显 那么如果将CPU超频 那么散热效果将更加明显 作为一款售价仅199元的机箱产品 能拥有这样的出色的散热设计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三连支持一波 您的肯定就是我们制作视频的动力 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资料3C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还有官网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